眼前这只雄性红笋出来找房子 很快他就找到了一处漂亮的新房 他对新房的装修非常满意 于是赶紧呼唤妻子过来参观 收到丈夫的讯息妻子赶了过来 可进去参观时意外发生了 一只猴面鹰占据了新房子 吓得红笋夫妇赶紧另寻他处 在红笋的世界里 找房子都是雄性红笋的工作 于是他天天外出找树栋 却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新家 有时候找到一个漂亮的窝 没想到里面却住着大表哥一家 他只好再次外出寻找 雄性红笋不是在找窝 就是在找窝的路上 此时心疼雄性红笋的扣666 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新家 出去一趟又被别的鸟惦记上了 乌鸦也相中了这个新窝 就连鸽子夫妇也过来参观了一番 最后就连猫头鹰大哥 也盯上了这座豪华装修的房子 都想在这里安家过日子 好在雄性红笋把房子抢了下来 然后蹲在门口守着不让人进去 当然选择新家他无法拿定主意 还得征求妻子的意见才能决定 妻子进来参观后表示很满意 夫妻俩才最终决定在这里养儿育女 接着就开始忙碌地组建小家 雄性红笋会把小窝收拾得整整节节 等着妻子过来拎包入住 找食物的重任也落在了丈夫身上 把食物带回来后 他会呼唤妻子过来把食物叼走 每天妻子就守在门口 等待着丈夫送食物回来就行 可是晚上意外还是发生了 之前相中的猫头鹰大哥来了 明显打不过 雌性红笋只好先溜掉再说 好在丈夫第二天又抢了回来 然后在树洞里开始坐窝 因为妻子怀有身孕 所以找食物的事情都是丈夫去干 妻子在家里等着吃现成的就行了 这一次丈夫叼回来一只蚯蚓 妻子看到食物非常不满意 对着丈夫骂骂咧咧了一整天 丈夫也知道这点食物不够 于是又飞出去找吃的去了 这一次丈夫带回来一只大的 妻子对丈夫的表现很满意 为了这个家夫妻俩都很辛苦 妻子需要保持充足的营养 才能够孕育出他们的宝宝 五天后终于到了生产的时间 妻子会回到窝里安心待产 到了晚上终于产下了第一枚蛋 第二天丈夫回来时 看到窝里的蛋非常开心 这是属于她鸟生中的第一个宝宝 她贴心地蹲下想尝试孵化宝宝 红笋是可以雌雄孵化的鸟类 通常一窝会产下五枚鸟蛋 所以现在是他们孕育孩子的开始 而丈夫身上的蛋子更重了 她除了帮忙孵化还要出去找食物 好让妻子可以安心在家里产蛋 有时候夫妻俩也会在门口商量 哪里的猎物会比较多一点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忙碌着 很快妻子便产下了第三枚蛋 接着便飞出去寻找食物了 此时红笋爸爸会接班孵化宝宝 始终保持有一位在家里 给蛋宝宝提供足够的温度 经过几天的忙碌 妻子终于产完了五枚鸟蛋 剩下的事情主要就是孵化了 有时候妻子抓不到食物 回来就会跟丈夫争吵 就像是缺了采米油盐的小两口 偶尔也会埋怨对方几句 这时丈夫就会出去寻找猎物 红笋是一副一妻制的鸟类 只要认可对方就会不离不弃 孕育孩子时他们会不分彼此 但孕育的过程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 这天夜里猫头鹰大哥跑过来抢窝 红笋妈妈发现敌情后 愤不顾身地冲上去搏斗 搏斗的过程非常激烈 真担心它会把鸟蛋踩碎掉 好在红笋妈妈不顾一切的阻止 终于把猫头鹰大哥给赶走了 笋妈妈来不及检查身上的伤痕 而是马上检查自己的小宝宝 经过二十几天的贴心孵化 第一只小红笋终于破壳而出 见丈夫迟迟没有回来 笋妈妈便出去找食物去了 笋爸爸回来看到出世的宝宝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明白自己身上的蛋子更重了 不但要喂养孵化成功的宝宝 还要继续把其他鸟蛋孵化成功 接下来红笋一家还会遇到什么危险 精彩内容请看续集